6月25日,NBA第一巨星詹姆斯,突然做出了一个极有深意的举动,两年来一直未更换过社交媒体账号信息的詹姆斯,突然做出了动作。 在北京时间25日的深夜,詹姆斯突然做出了这一举动,此前将黄社交媒体账号上的头像,是他2016年夏天率领骑士以赢得对史首个NBA总冠军时疯狂幸祝的照片。 这个头像用了两年从未被更换,但就在今天,詹姆斯突然把它换掉了,詹姆斯把头像换成了自己年轻时候的照片,是他高中时期的,不再深着骑士求医。 并且这一次,詹姆斯把他在三大社交平台上的头像,居然一次性全部更换了,詹姆斯还在背景图上写下这样几句话,我只是一个来自阿克伦的小孩,我不只是一个运动员,真是伟大。 假定在我心中,竞技场上的斗士,美国媒体普遍认为,詹姆斯在这么一个敏感的时间脸最初这样的举动,意味着他想要重新开启一段旅程了,连续四年拜领骑士打天总决赛,赢得的一贯撒亚,确定自己的球队不可能战胜强大的勇士后,詹姆斯如果做出离开的决定,球迷们都能够理解。 不管这次去火箭还是湖原或是76人等其他球队,他都将收到球迷们的祝福。